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的一些活动 行动 恩惠 那么我们人是比较吃顿 我们有很多事情 我们常常在忙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 有时候那种珍贵的经验发生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也好像没看到 那么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耶稣好像表现得对我们有一点点不耐烦 那么相信这个不耐烦是要让我们特别注意到我们的这种迟钝 他说我吹底子啊 我给你吹底子 你也好像不跳舞啊 不欣赏我的音乐啊 永远好像不会满足 不管我们做什么 都在抱怨 都在看消极的一面 习者若翰他来的时候 他进食 刻苦 住在这个旷野里面 大家怎么说 他说他附了魔 魔鬼在他身上 他没有看到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那么耶稣来了 他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他又吃又喝 又跟大家有接触 所有的人有接触 大家还是不满意 他说这个人他贪吃酗酒 而且跟罪人 跟税吏天天在一起 他又不满意啊 因为人都是这么迟钝 都是好像天生都是很不满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人类的原罪的效果 不过耶稣不在乎 他说没有关系 我所做的事情啊 慢慢的会让大家看到真理 的确啊 在那么多年以后 我们还是看到耶稣基督的行为 他做的事情 我们觉得他是很真 我们相信他 不过我们人真的是很主观啊 我们不喜欢什么 就是不喜欢他 喜欢就是很喜欢 很固执又很主观 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放弃别人 或是看不起别人啊 因为我们这样子我们才会觉得比较高 比较高尚 比较伟大 比较好 比较完美啊 这个是欺骗自己 把别人压下来为了 让自己觉得更重要 那是欺骗自己 不过我们就是有这么 就是这么吃顿 有这个不好的 有这么不好的那个习惯啊 其实我们应该听耶稣基督的话 相信每一个人是天主的子女 这样子我们才会展开我们的心 会让他们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他们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会发现 他们会带来很多天主的恩惠 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 念高中的时候 刚开始我很害羞 我没有几个朋友 我有很多我很崇拜的同学 不过那些同学都不理我啊 那么我很想认识他们 跟他们说话 不过他们都不怎么理我 最注意我的人是一个 比我更害羞 好像不怎么聪明啊 也长得那种矮矮瘦瘦的啊 不过他天天都在那个校门口等我 那他虽然我不太愿意跟他在一起 觉得他也没有什么 我就很想夺他啊 不过他每一天都在等我 而且每一天都会想办法跟我说话 谈谈这个功课怎么样啊 我是慢慢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拒绝他啊 他变成我四年高中三四年最忠诚的朋友啊 而且啊 啊 虽然我不是那么崇拜他 我觉得他带给我的恩惠 带给我的救恩最多啊 我们毕业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要去修道 那个时候我才想到啊 啊 可能修道也是我自己的一条路 我觉得天主一直在借着他 三四年在借着他 跟我一直在成熟的友谊 告诉我他愿意我修道 做一个神父啊 所以我很感谢他给我这个忠诚的朋友啊 忠肯的朋友啊 那么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拒绝那些 带给我们天主的喜讯的人啊 我们在将临起应该好好地反省 我们的信仰啊 我们常说信仰是一个恩惠 不是一个我们能够用理智来证明的啊 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活的事件 生活的经验来培养的 怎么培养呢 我们注意到啊 谁要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哪一些事件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 天主愿意借着这个人 这个事件告诉我什么 然后相信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答案 那么生活时间会证明这个答案是真的 会让我们发现 他或是这个事情 真的是带给天主的一些智慧 或是会也会让我们的 这样子我们的信仰就自然的就会比较有深度啊 如果我们比方说遇到一个痛苦的事情 我们总是可以说啊 我相信这个痛苦有它的意义 这个事件有它的意义 这个人他也是天主的子女 他愿意跟我说啊 天主的话 慢慢的如果我们有这种开放的心 慢慢的我们会发生是真的啊 这个痛苦这个事件 这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有他的意义 那么真的是天主派来的啊 真的会让我们的对他的信仰更深 伊萨伊亚先知书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也是告诉 不断地在告诉 他的那个犹太人 伊萨列人 天主会考验他们 也是会教训他们 不过借着这些愉快跟不太愉快的经验 如果他们继续跟随他 他们到最后会得到幸福 得到快乐 幸福就是这样子成长了 所以在降临期啊 请你不断地在观察 天主在哪里 在你的生活里面 在什么地方出现 跟你说话 天主保佑 早得 在今天